夏天吃饭没胃口我家三天就烙一次这菜盒子百吃不厌家里有挑食的孩子都抢着吃做法非常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先来和面300克面粉放一勺盐用180克40度左右的温水把它调成面絮最后和成一个偏软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给它静置个10分钟左右为了节约时间这是我昨天晚上洗好的线菜改刀切碎 切好收到一个大点的盆里面经济是他的灵魂改刀切碎先倒点食用油下面给它拌匀是每片菜叶上面都沾上一层食用油撒腌调味鸡精喜欢吃辣的放点麻辣鲜最后放点香油菜料放好以后充分的拌匀 下面碗里打入七个鸡蛋放入适量的葱花搅散备用 醒好的面团搓成长条切成剂子擀成这样薄厚均匀的面片 一次像视频中这样把所有的面片全部擀好 面片上面放入我们拌好的线菜淋上鸡蛋液 在上面盖一层擀好的面片 把边缘按一圈给它按紧防止漏馅 像这样一个生配就做好了 准备一个煎锅开火预热盘上油 把做好的菜盒子放进来上面配上清水 这样烙出来的饼皮凉了不干不硬 开小火慢慢烙使它受热均匀 底面烙到定型上色翻到另一面 看一下这个饼骨油油的里面像进了空气一样 再翻个面两面煎到金黄就熟了 漂亮出锅 这款菜盒子做法简单又好吃 三分钟一锅自己动手缝一足湿 切开看一下里面 薄皮菜朵里面添加了一个鸡蛋 营养丰富 孩子们也爱吃 喜欢吃大蒜的一口大蒜一口菜馍 哇真的是美味极了 超级好吃 每一次烙这些的菜盒子 大鱼大肉都没人吃了 既当主食又当饭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吃做吧 视频到最后 别忘了帮我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